一星期一本书 我们看看 常常和很多家长 在微信上谈论到 教育孩子的问题 最近在教育研究的过程中 读到一篇 有关提升孩子教养问题的文章 希望各位家长 能应急重视 前几天 新浪微博 上传了一个短小的视频 在寒冬里 这个视频 让大家的心融化了 视频显示 12月6日 河南郑州的地铁上 一个独三四年级模样的小男孩 背着书包 在用纸巾使劲地 擦地铁的地板 原来 是他喝牛奶时 不小心把牛奶撒在了地上 旁边的乘客 递给他两张纸巾 他第一反应 却是先去擦地板 他擦了许久 有些地方 还特意用力反复来回擦 擦干净地板后 小男孩 才起身低头 擦自己衣服上的奶渍 许多网友 都为这位小男孩的行为点赞 认为孩子的家教好 并称 胸前的红领巾 更鲜艳了 90后老阿姨表示 把祖国交给这样的年轻人 我们很放心 总之 暖心了 小男孩确实也把我暖到了 一般孩子碰到这种情况 考虑先擦地板的 能有几个 大都是先擦自己的衣服 至于地板嘛 反正是要脏的 很少会有人弯下腰 伸出手去擦地板 小男孩心里想的 不是自己的衣服脏不脏 而是想到地铁脏了 会影响大家 小男孩这样一个 很自然的动作 说明他平时 也有这样的意识 他之所以能这样做 是因为背后 有一个有教养的家庭 在支撑着他 每一个有教养的孩子背后 都有一个有教养的家庭 一个孩子的教养 是成功的基本因素 而教养是从小 就要开始培养的 是父母的家庭教育方式影响的 因此 在孩子成长的每一步 都需要关注孩子的教养问题 当你带着孩子出门 给孩子带上小书包 小水壶的时候 别忘了 给他带上教养 有教养的人 在哪里都会受到尊重 而没教养的样子 真的很丑 下面这个故事告诉你 孩子 为何会缺乏教养 周末 几个朋友在饭店吃饭 旁边一桌 坐着两个家庭聚餐 都是六七岁的孩子 一会儿拿筷子敲碗 制造噪音 一会儿满店乱跑 乱追逐打闹 周围的人因为影响了进餐 而纷纷侧目 他们的父母都忙着聊着家常里短 并不在意 服务员上菜时 其中一个孩子将菜汤 泼到服务员身上 事后坦白 就是为了好玩 服务员对此非常生气 这时孩子的母亲 不仅没有歉意 反而埋怨道 哎哟 你下班洗洗不就行了吗 这么大人了 怎么还跟孩子一般见识 转头对孩子说 你不好好学习 将来就像太阳 当个服务员 这位母亲出门之前 肯定忘了 给孩子带上教养 因为她本身 也没有这样的东西 在缺乏教养的人身上 都有着一样的共同点 以自我为中心 粗暴当做勇敢 愚昧当做学识 可笑当做幽默 口无遮拦 当做随性直爽 教养决定了一个人 飞得远不远 陈镇班上有个同学 是一个残疾的小男孩 天生并不灵敏 除了身上的缺陷之外 似乎大脑的发育 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也比较弱 他每一次考试 都是班级最后几名 可是他却是班上 人缘最好的 在学校里 他有很多朋友 在学校里 他有很多朋友 外出秋游的时候 总是有很多同学 争先恐后 想帮他推轮椅 轮到他生日 有很多同学给他礼物 他们邀请他去参加 同学的生日聚会 为什么 他对谁都很有礼貌 他懂得爱人也爱己 他懂得接受时礼貌 拒绝时 也彬彬有礼 他为人不贪心 不贪心别人对他的爱 不贪心别人的玩具 他不会觉得自己残疾 而应该享受更多的爱 他常常一搏一搏地 去集体活动 和那些快迟到了的同学说 没事 我自己慢慢过来就成 他知道自己应该得多少 也知道别人应该得多少 他懂得分享 每次母亲带给他的喜糖 他都会带到学校 给同学吃 倒并不是一定有多昂贵 也并不会特别好吃 但是分享中建立的感情 却难能可贵 前些日子 在路上碰到他 看到他和一个保安室 门口的大叔聊天 后来大叔说 这样一个有素质的男孩 根本不用担心生计 走到哪里 都有人愿意帮他 这个男孩并没有 传统意义上的优秀 不一定能够成为职场精英 也可能取得不了 所谓的成绩 但是因为他的为人 也就是教养 使他过得并没有那么孤单 一个人的能力 决定了一个人飞得高不高 一个人的教养 决定了一个人飞得远不远 有教养的孩子 才最美丽 请把教养 带给你的孩子 见人微笑问好 微笑是最美好的事情 每一个孩子 都应该学会微笑 大大方方地打一声招呼 给别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爸爸妈妈 一定要教给孩子 大度懂分享 孩子有了好吃的 好玩的 要教导他跟爸爸妈妈一起分享 也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 信守承诺 那本书我借你 下次一起吃饭 这些脱口而出的话 都是小小的约定 信守 则会给对方留下真诚 守信的好印象 不在背后说人坏话 不负责任的议论是非 即使让你觉得难以理解的地方 也要尊重别人的不同 不随便动他人物品 别人东西随便用 还要带回家 这样的孩子 真的让大人很尴尬 我们要告诉孩子 要拿别人东西之前 一定要获得对方的同意 别人的东西 不要轻易做负面评价 比如去人家里说 你家好小啊 人家新买的衣服 这颜色好难看呢 当遇见别人会发生窘迫时 用自然的方式帮忙化解 当别人遭遇尴尬 比如说话说不下去的时候 不妨帮他说几句 或者给他一个台阶 避免他尴尬 别人自然会感激你 他人讲话 要认真聆听 别打断 我们不只要放下手头的事情 眼看对方 耳听对方 还要懂得事实回应 不武断评价 保持好奇与尊重 客观判断 深入倾听 懂得说谢谢 例如吃到别人给的好吃的点心 不止一句谢谢 还要记得传达 这个味道很好 这样的具体感受 会让对方感到 你的感谢不是一句客套 有礼貌 应该是对所有人 无论是上司 长辈 餐饮服务员 或是路边捡垃圾的老者 在电影院等 需要安静的公共场合 不要大吵大闹 吃饭时不发出声 不随意转盘 不翻菜 不要加工自己喜欢的菜 有公块使用公块 公共场合不吃气味大 碎屑多的东西 吃完东西 自己收拾餐具 无论是在家 还是在KFC MG 餐馆就餐时 也尽量将食物残渣 收拾碟子里 便于服务员收拾 留意坐姿 不交抱双臂 或翘二郎腿 小孩子在公共场所 也应该有一个文明美观的坐姿 穷养富养 不如教养 其次 一次礼貌地让座 一句贴心的问候 一身整洁的衣服 一手端正的笔记 都是孩子教养好的表现 一个好的家庭门风 必然养出 有气质 有教养的孩子 对于父母而言 当你每天讨论穷养富养的时候 其实 都不如教养来得实在 人之所以为贵 以其有信有理 国之所以能强 亦云为家信与义 人 有教养 行走八方 无教养 寸步难兴 今晚的分享 就是这样 感谢收听 如果你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 欢迎大家在文末点赞 转发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喜欢文倩的声音 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今晚九点半FM 关注我 每天晚上睡前 听文倩为你读书 我在小龙虾之乡 湖北千江 祝你晚安 我在海潭 并且漂流凭你 在看对风险爱心到天涯海角都有缘分 听你的消息 听你的消息 还肯残留着简讯 几美我自己高兴 因为正把给的温暖折瓶 什么都懂得你 有权害自己 手机 收集万只一样收集 爱过的花瓶 也许一直流浪到老也没关系 漫不清醒的 你全世界都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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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在排队风险爱心到天涯海角都有缘分 听你的消息 还记 还肯残留着简讯 几美我自己高兴 因为正把给的温暖折瓶 什么都懂得你 有权害自己 收集万只一样收集 爱过的花瓶 也许一直流浪到老也没关系 漫不清醒的 你全世界都爱你 你全世界都爱你 什么都懂得你 有权害自己 收集万只一样收集 爱过的花瓶 也许一直流浪到老也没关系 漫不清醒的 你全世界都爱你 よ不清醒的 你全世界都爱你 那本乖 能放之tow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